哈啰大家,我是张老师,来 敲开你沉睡的心灵 今天的主题,谈谈十二生肖 属羊的,你在农历三月份的运势 农历三月份的运势 沿着上来,一样开宗名誉 不要太迷信,不要怪力乱神 不要太迷信,怪力乱神 属羊的农历三月份的运势 你今年这个三月份 你的舒服程度,快乐程度45% 所以属羊的三月份对你来讲 相当有收益,有收入的一个月份 那你因为你今年走的是七煞 一般来讲,七煞的格局比较不安定 适而开疆辟土,攻城掠地 如果你是属羊的男生女生 你从事的业务性质 是比较有攻击性的 业务性的论见记仇 然后我还是谈一个案子 来赚佣金的100分 不过要跟各位提醒 因为2023这一年非常吊诡 他是整个除了雷曼兄弟以后 衰退 雷曼兄弟2008、2009 那个雷曼兄弟过了以后 2023是整个经济衰退 十年的第一年 有时候我还是跟各位讲 三月份的舒适程度45% 先讲六吉日、六兄日再讲卦 你的吉日在五月份 11号、11、10跟1 5月11、5月10号、5月1号 四月份有三天 三十、二九、二八 这是六吉日 现在讲一讲六兄日 把它讲完 六兄日五月份 十五、六、五 十五、六、再过来五 再过来三 五月份有四天 那四月份有两天 二七跟二四 这是六兄日、六吉日 严格来讲 属羊的你在三月份五五波 两天就一天很老运 所以可以坐以待币 等待新台币 可以坐以待币 来一样 我们再来稍微简单的抽 抽一下这个运势圈 来属羊的男生想要知道农历三月份的运势 来 现在衣额未明 甲耳太氏有常 吉西告我 凶眼其哉 吉出吉挂 凶出凶挂 吉出吉挂 凶出凶挂 不高兴不要出挂 来这一支 哎呀这一支是什么啊 这一支在跟你讲什么 三则笋 听好哦 三压在这个沼泽上 一定笋 但是这一支卦在透露什么东西 筍归筍啊 凉筍你知道吗 臉筍筍 那个筍 凉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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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在跟你讲啊 这一支卦是胸 但是胸中带极 注意看这个卦像 张老师不是跟你讲吗 已经要看他的树里像 他有时候他要看我们沾挂是一回事 还要看他的哲理 还要看他的现象 你看 三哲理 再讲一个现象 三压到哲嘛 一个山掉落在沼泽上面 一定会往下沉 沉 沉 但是你不要忘了啊 在他沉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 土生金 还是有好处 还是有助缘哦 有时候是怎么样 天下不乱 你没有机会 天下一乱 反而有机会哦 尤其二三年这一年 变动的一年 鼠羊的男生 在农历三月份 你是有机会哦 混水摸鱼 水太轻 则无鱼 当水太轴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摸到鱼 啊不过跟你讲哦 刚开始可能会摸到螃蟹 要注意一下这个点哦 来女生一样来 鼠羊的女生 哎呀这一只羊妹妹 想要知道农历三月份的印室 现在老天无手 借老师之手 老天无口 借老师之口 来有戒有还 再借不难 来有戒有还 来这一只这一只 这一只 哎呀这一只女生 什么挂啊 哎呀这一只 火 这一只叫fire 离为火 你要注意哦 女生你要注意 这一只挂对你相当好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双关真合 你是女生 你在外面有住缘 外住内住 有两个人在住你 所以这个在讲什么 有吃食啦一定有 问题是你要讲清楚 说明白 女生注意看这里哦 这一只挂 再跟你讲第三只挂 离挂 离是什么 非常亮丽 火在烧 这个很重要哦 火火猛不久然 水流不常满 日出虚余末 夜晚寒还物亏 夜满还物亏 尊荣豪贵者 无常复过世 再跟你讲啊 水流不常满 火猛不久然 日出虚余末 夜满还物亏 再跟你讲哦 你要让这个火 持细的烧 你要做一个动作什么 input 火烧是inside out 那你要让它持续 有输出的功能 要做什么 输入 所以这一只火 女生要注意 这一只挂 再跟你讲 如果你要让你 这个好运 这个桃花持续经营 你要施以适度的灌溉 跟关心哦 你不要把他摆烂 就要这样 应该我吃定你 不行哦 因为你现在不是一趴火 是两把火 那你这个火 对你这个属羊的相当好 为什么 火生你这个土 急 所以这两个男生 这两个事业 这两个case 这个外在的因缘 对你相当有帮助 现在就是 你如何利用你个人 不断的增加你的功力 我不是跟你各位讲吗 增加你被人家利用 运用使用嘛 这种能力 当然 人家开始利用你 好像你吃亏 一次而已哦 下次要用 对不起没有 要用都没有 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不是让你傻傻的 让他当公共财 每天给他用 听好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次对女生来讲 事业 感情 桃花 财库 健康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但是有一个动作要做 如何持盈保态 他讲这个 这是上挂 一经上挂 一经六四挂 上挂三十挂的最后一挂 这个跟你讲得很清楚哦 好 我们今天这个仰就讲到这里 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分享 加入订阅 开启小叮当 因为新的视频 来 就会通知各位 那有空跟各位聊聊 风水不震的问题哦 风水不震 好 祝各位平安喜乐 拜拜